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道为什么全场观众又瞬间一边倒一只毫无斗志的还通过卖餐来获得观众同行的球队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国足吗 当你看国足踢比赛你会感动吗 实话实说 用身体挡球这个梗 完全是出自新一节的功夫足球 但我们那时候看得很感动 毫无违格感 而这部电影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当然会有人说 你行 你来拍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刚开始 王多瑜在房间里 向大老板表演李渔打听 想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守门员 可惜失败了 这一幕完全能在后面踢比赛的时候派上用场 通过努力训练 然后在比赛中使出这一招扑出对方的不胜 将球交给队友来绝命反击 让庄强打入板回尊严的一球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 这才是足球精神 比赛可以输 但绝不能输斗志 踢足球只防守是赢不来尊重的 这里再次爱国足 别老想着不丢球 一定要敢打敢拼 哪怕输个大比分 我们也不会觉得丢人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有点小剧透 大家有不同观点的